Hello 各位亲爱的们 现在好 我叫鲜鲜 来自福建 目前在美国佛罗尼达州 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我呢 从小就是个提诺多病 所以吃了很多药物 吃太多药物的结果就是让我的病病上加病 造成身体免疫力急剧下降 要说起啊 几天几夜也说不晚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说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 事情要从去年7月份说起 在7月底全家一起去了华人超市购物 不知不觉被染上了新冠病毒 在8月1号全家人就开始发生同样的症状 咳嗽 头痛 胸梦 呼吸困扰 全身无力 寬冷 高烧不退 当时的情况 是我们一家人选真流在家里不去医院 很感谢家里有凯利全套的产品 当时就感觉身边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我感到很淡定 就加量服务 每天SOD找人益生菌6包 找猪网个2包 SOD NMN 和MN6000 找猪网个2粒 勞力剑找网个2粒 清气片 早中晚各2粒 加上晚上睡觉前 边泡热水澡 边喝2片清气水 每次换泉水的料 让自己加快新陈代谢 大量出汗排毒 此次这样大量服用几天后 就明显感到好转 我非常开心 十几天来 没有吃任何药物与食物 感恩凯利这些黑科技产品 神奇的五大金刚 我很感恩自己 在危机关头 明智的选择 相信凯利的产品 并加量服用 从而十里逃生 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我没有选择去医院 因为有许多担忧 其中包括当今去了医院 就没有机会服用凯利这些任何产品 男儿 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家人这么的幸运 很抱歉 下面要说的事情 可能会让善良的各位辛苦 我先生的一位朋友 还有一位亲戚 比我们早几天 染上新冠病毒 那时并不是很严重 他们跟我先生视频时说 趁着还不是很严重 要去医院 我听了 立即建议他们尝试一下凯利的产品 帮助快速提升免疫力 来对抗病毒 但他们都很固执 都不愿意接受 选择的去医院 可是非常遗憾 他们娘有去无回 不信尼死 孤独这样的悲催 我深深的感悟到 营养时的一句话 有些人并不是死于疾病 而是死于骨子 有时候真的不要太骨子 偶尔简单相信 或许能够宽转人生 甚至挽救生命 这回失离逃生 很庆幸当初我简单的相信 非常感谢 引荐我认识凯利 我的恩人 心存感激 更加感恩凯利的创始人 在我有生 至连能够遇见 这么尖端的产品 才让我顺利脱险 因获得佛 不但存获健康 而且还修复了 跟随我几十年的皮肤干裂症 和十年前车祸的三八毒道 更让我惊讶的是 十多年来 我只能连向小馒头似的淋巴结 右边一个居然不见了 大家看 左边一个 也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块 我很开心 甚至还获得逆瓶蜕变 是不是令你很明显呀 能否看出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吗 经过这件事之后 从来不相信保健品 我的先生 居然主动向我要产品吃 再也不反对我了 我很开心 拥有凯利 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深深的爱上凯利 这辈子已嫁给了凯利 陪伴凯利一起变老 谢谢您听 再见